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,但儿子提前了两个多月出生,导致宝宝需要照蓝光还要洗胃,并且要在保温箱待半个多月。 小小的身子刚出生,就要比别的新生儿多受罪。 秀娟觉得对宝宝很惭愧,秀娟婚后年轻的时候一直最心于事业,不舍得由于生孩子,而当个处于正在上身的事业。 想等到事业稳定之后再来生宝宝,差不多已经到了三十岁,才开始正儿八经的备孕。 秀娟和老公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,尤其是在怀孕之后,她更是得到了续心的照顾,前三个月秀娟的孕童特别低,所以她特别的注意自己保护脆弱的胎儿,也没出什么机外的情况。 但是到了孕后期,秀娟经常觉得口渴,晚上睡觉要不停的起夜,这天晚上起夜之后就睡不着,感觉自己很想那个。 翻来覆出感觉心里烧得慌,秀娟的丈夫经不住她的柴墨,同意她的要求,她这才心满意足的睡去了。 秀娟的丈夫一想到当时的情况就后怕,后悔莫及,医生说后悔也没有用,要小心形势,孕后期尤其要注意,时刻关注孕妇的养水和公缩情况,千万不能胡来,这个一定时候能忍,前三个月和孕后期都不能任性冲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